《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好 来到这一节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今天我们有一个心急人的黄先生 入品名就是根本不行 超哥多谢你上来《烈大夫》的节目 在我们录影之前 我有些奇难习症 找到烈大夫帮忙 就是我的手指 甲缝这边 腫脏了 整个山丘 找到烈大夫帮忙 十指痛归心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甲溝炎 我们说每一只手指甲 其实侧边的肉 其实是特别窄 它的位置的血管流通很少 所以很多是拆损了 或者受到压迫 或者有时 脚趾有些人穿尖头鞋 夹完之后 它的循环一不行 它自己会脹 或者你是计法于 例如有时 最近吃外卖多 当然会拿竹筷子 木筷子 很容易把木刺进去 然后沿着那位感染 这些情况全部 都会令到整天抛肿 如果你不去处理它 它有机会吃到指甲边 那会不会 近期天气干燥 有些皮肤爆裂 其实都有可能有细菌感染 因为你有开放伤口 所以一样会导致这件事 明白 秋天是最多的 秋天开始到冬天 秋天会少一点 是 十指痛归心 所以各位老友记 都要小心这件事 刚才我们说了 超哥在第一节里面 就是身体的机能 就是好像发热 就是好像很难发得到热 整天都很冷 超哥你前一段时间 只有那几度 穿了几件衣服 一二三四五件 好重 哇 真的很弱身 我有一天穿到个人 坐在这里 不是 要同一坐 就立即 哇 很多衣服很重 那你女儿有没有笑 你爸爸怎么穿这么多衣服 那他没有 但是女儿也是穿不厉害的 那他在家里 每天都是我要外出的 是 我有一件是发热的衣服 是 还要发热衣服 就是插USB缴袋 那些 有什么东西吗 有的 真的那么重要 那真的要补一下身 真的 我那天 六度至八度 我都是穿两件 然后加一件衣服 这个是正常衣着 我都是一件衣服 我穿短袖 十级九阳神工 是啊 其实我穿一件薄衣服 T恤我都能穿得来 不过我免得 嚇到大家 好像见到奇珍二瘦 我特地穿回衣服 就是 你骚那么多肌肉 那些女士见到你 你会摔倒 因为最惨 上次我去拍李圆门 其实都很冷 但是我穿了一件衣服 那我真的不行 好热 好辛苦 真的要拉开一些拉铃 散热 真的受不了 香港其实也不是很冷 六到八度真的不冷 现在说这么多人想移民 大家如果不调好身体 你去英国都好 到处都是夏天 都是十多度 冬天每个都摘零到零下 真的没得受不了 加拿大为例 譬如在温哥华 加拿大的西岸 早上三四度 下午十几度 下午十几度 就是夏天 接着去到 最多去到二嵩这度 晚上又跌回十度左右 那你的温差 其实你都知道 一来一回 那难道你晚上又穿雨涌吗 那去到冬天 冬天呢 其实就是长期在 零下一二度 到七八度左右 只不过就是 人家在家里面 就有这个暖气 那我给香港人 因为其实都很辛苦 在家里面又没有暖气 我有开的 你有开暖楼吗 我长开的 真是好歉你不在大陆 就不是扯到大家不够电 真的停电 停电 停电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用一些石地板 街穿地板 特别是散热 很冷 因为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都不怪他们 不过 普遍来说 李大夫香港人都是很怕冷 大部分都是 因为以前有些记录 南方人的臭理疏松 我们这个臭理意思就是 皮肤毛孔 以前古代的认知就是 南方人 因为他打开毛孔 所以特别容易怕冬 北方人毛孔 是很紧密的 但当然 这个其实形容一个体质 包括我自己的建议就是 因为大家香港人最严重 就是没什么运动 想当年 我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街头 那天下着无无细雨 接近零度 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 然后我就穿一件衣服 加一件风衣 然后穿短褲踢拖出去 然后最初很冷 然后我就开始练功 我们那个功是什么呢 很简单 叫脱手功 脱手功 如果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网搜一下 台湾那边很多 叫平脱功 这个功 我当年就是开始下着无无细雨 接近零度 都快变伤 然后开始伏起伏起伏手 一直伏一直伏 然后走了大概十多二十分钟 一直伏着 到十多分钟 开始我出汗了 然后在整个环境,在盐旁的地方,然后就做这个运动 增加你的体能的付出 我们以前就叫气功,但实际其实是一种粗练的运动 加上这种运动之后,其实零度也不用 我试过在一个差不多近二三度的情况之下 跑步落着微微微雨,当我身体跑到充气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肌膚是散了一些蒸气出来 那时候真的开始九亿成功的第一周天 阿超哥,你可以试试列大夫的这种做法 但我觉得你轻轻轻轻轻时,就开始越来越麻烦的姜 又变成冰 年轻就可以了 年轻,你说小时候就不太怕这些 好像几度走去昂平凤凰山,露营那些 我想我现在真的随时要叫那些飞人服务去 列大夫,其实是否阿超哥要多些吃火锅 去帮忙忙呢? 打火锅的惯性通常是冬天吃,吃越野 不过我们现在奉劝,因为很多香港人喜欢 有四季打火锅 这一样东西其实很燥热的 尤其是之前我和阿鲁一齐牙痛 吃完羊肉,打完火锅 打火锅热气的情况,不会加上身体的热力很多 反而会容易令到你喉咙痛 容易令到你呼吸,这种反而不化算 我坏得怎样呢? 我直接炆了一锅羊肉 叫妈妈多煮汁 然后再买一批干羊肉片 去吃一个炆头羊肉,一个鲜羊肉片 然后再点附乳 然后第二天我做鱷鱼潭的时候 腿已经不懂得打圈了 已经胀了,有肿了 这些就自己要小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打火锅热气 通常要扔白萝卜 其实什么热气都扔白萝卜 我们先解热热气,所以很好 包括麻辣汤底 前一阵我都有很多朋友都在吃麻辣汤底 这些时间吃麻辣汤底很快 下一个星期你一定会看我的 因为你喉咙痛,必然会 内热又重 但外面有这么冬的情况下 你留意一下 其实重点就是 你的饮食需要平衡就可以了 跟着同一时间就要做运动 然后恰当补回肾气 这个人就不会冬 OK,列大夫和金本先生 我们要打火锅的时候 有什么注意呢 我听过有些人说 你们最好先热这个蔬菜 然后再吃肉 因为太早吃肉 就算你是大胃王 油脂就散在汤里面 然后你再吃这个蔬菜的时候 那些蔬菜好像很好味 炸出来的颜色就很漂亮 但已经是将动物的油脂 吃完下肚 没有什么是这样的 其实呢 以前它要好吃 就更加要用些蔬菜 更加要用些汁 但如果计养生角度 或者健康角度 确实是先拿了蔬菜 但其实不单止这种东西 因为蔬菜呢 进入了它的汤里面 在我们的角度 蔬菜一定是偏凉的 而这种蔬菜 它在中和了 解了之后的汤料里面 令到后面的肉 没有那么粗 所以是有这个奥妙 但是 你说是否必要这样做 而且影响幅度有多大呢 其实又不是很大的 在我的建议就是 鞭炉不要天天打 但偶尔打一次 说真的真的没坏 真的没什么所谓 但是不要再加辣了 如果本身是醋底热底 一加辣椒 一加麻辣底 肯定会出事 好 李大夫 有很多人说 打边炉 当然是放两三砖豆腐 但是豆腐千万不好吃 就是把醋的东西 全部吸在豆腐里面 这个又是以前古代人的一个智慧 因为豆腐的制作方法 是用石膏 所以以前我们的石膏 其实现在都入药 石膏是含量的 所以可以解了 那个汤底本身的热气 确实是 但是你说真的吃会不会影响呢 其实在我角度又没太大影响 我明白了 迷犬终于解开了 根本先生 为什么没什么暖气 个人这么寒凉 因为他整天吃女人豆腐 哦原来是蛋 迷犬解开了 我都说了 我做中医 列大夫没得开开了 我请教 为什么 我当然要转移视线 为什么呢 通常吃完这个边炉 很想要 特别多皮放 而且皮又濕又臭 是 这个其实 你怎么知道它是濕的 不是 其实我也是 濕的那一刻 你是放屁出来 然后肝门濕溶 肝门会有点黏黏的 你的肝门不是 噓 根本先生 你的肝门长期濕溶 哈哈哈哈 你搞什么这么深 哈哈哈哈 这一类皮虚的人 就会有 哦 ok 因为打边炉的过程 我们叫灑一下灑一下 其实我们以前的角度叫起风 嗯 这一类皮胃弱的人 他灑完之后 又下完菜 很多不同的营养成分 在锅里 然后喝完的汤 吃完的东西 然后肚子就很焗 是 这个情况 其实一定有方法解决 因为食物太多 要消化的时候 排出的气 但是如果肥是好的人 是通常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各位是肥虚的人士 不要介意这个汤底 味道更噁心 你一定要加姜 一定要加陈皮 加了姜和陈皮的汤底 少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下次教主你可以试一试 第一 先试麻辣汤底 即有花椒 对不对 另外吃个清湯汤底 那就是燃养窩 但是你是一餐只吃一个 然后你会发现 吃清湯放屁多些 麻辣反而少些 因为麻辣有那个瘟疫 所以它本身肥虚 你说得对 我真的试过 这个可以做实验 所以这个是 一温性一进去 肥虚的人 就没有那么多肥放 所以你是肥虚神虚 大祸 根本就虚 根本就虚 真的 又要开一集脾虚 神虚完又要开脾虚 又找来 列大夫 其实我们先研究一下 湯底 不是研究 不要研究一下 一半放弃 我现在先研究一下 我先研究一下 一班朋友喝二窝头 又真的吃羊肉 他们的汤底 to my very surprise 是清水汤底 为什么会这么有趣 我以前去北京 我吃的那些叫 Shar Yang Yeo Shar Yang Yeo 即是拆羊肉 他们的窝 形状很特别 是这样 取上来 然后中间的圈很高 下面用一些 烧得很火红的炭 就放进去 为什么它会用清 其实它根本就是 用整个火窝的过程 咬出来 所以它最初用清水汤 清水汤底 然后等你开始煮的时间 然后不同的菜 味道滲进去 然后最后才喝那个汤 但是你说 是不是一个 风俗习惯 还是怎样 我觉得又不会有 很多食疗的东西 但我觉得是想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我个人的习惯 我用皮蛋 茶瓜 芫茜 做汤底 最好就是 老东西 最好就是 做鱼片 做鱼片 非常脆弱 酥弱 酥弱 生鱼片 生鱼片 差不多 见到阿琪 就尿了我们 超哥 如果这样 打边炉 用麻辣湯底 又会好 之后 需要喝些姜茶 或者令人更好 暖一点 要看 如果是皮虚腎虚的心急人 我们一定会以行气 理气的方法 所以陈皮水会适合他 因为吃完麻辣 再加姜 他都差不多是这样 我知道 我有个好提议给超哥 叫姐姐 煮一些红豆沙 加陈皮 之后吃红豆沙 应该就会非常之好 是的 这是理气 反过来 刚好似鱼用芫茜 其实很好 因为它是解了 鱼用完芫茜 就没什么用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不用用了 完了 其实是可以解热的 所以这个物种 在外国叫欧钦 其实它是可以增加了 一个行量的性质 进入火锅底 所以辟了那些酶 很多牛肉 那些醋 最后一个问题 是代金本先生问 列大夫 很多这些蔬菜 其实都有降血压 或者可自说 很凉 就是以根本凉底来说 哈哈哈哈 你中了个名字 根本虚底 有些什么 就是这些蔬菜 它是最好忌吃 或者忌避开的 不是 越来越冷 我这样一定是凉瓜 是的 我真的很喜欢吃 是的 所以不适合的看 吃不适合的东西 就越来越不适合 所以根本就不适合 根本错了 根本错了 所以呢 半世瓜 我们说过了一半 你几个岁开始 喜欢吃苦瓜 很小的 我差不多过了那半 是吧? 陳迅迅说出来 你听了这个吃苦瓜 所以我们说 苦瓜 涼瓜 冬瓜 这一类就是最凉的 西近的那些 钢血压 那些是不好搞的 很有趣的 西近是钢血压 但是弱性来说 不算凉 但是你炒它 平日我们吃西近的菜 全部有薑 所以一定是用少少薑 中和就可以 但是凉瓜 是很难中和 因为太凉 所以你割凉瓜 冬瓜减少就可以 好 多谢医师 那来不终喝酒 我来不终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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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终喝一次 有机会的 根本翻本了 翻本了 超哥 小心点 你搞错了很多东西 搞好就行了 找一下中医师 调理一下就行了 希望你身体健康 OK 谢谢 好 乾杯 拜拜 我们下来不终喝茶 我们下来不终喝酒 什么 结果 我们下来不终喝酒 做喝酒